赵东梅那边怎么样了 站长 我太太知道这件事了 她已经去找过赵东梅了 说句为老不尊的话吧 我要不是有这么多白头发 也许还能帮你一把 可是现在只能靠你了 你知道我们没有半年的时间 让你慢慢地弹琴说爱 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懂 你听我说就一句话 放手 我知道姚兰来找你了 你能听我解释吗 说完我就走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那应该是五年以前 往年五月份都该换上单一了 可那年哈尔滨还在下雪 好大的雪 很多人都感冒了 那个时候 我除了在医学院教课之外 还在医院坐诊 有人打电话来说 哈尔滨芭蕾舞团闹流感 还有老板姓遥传说 是日本人撒下的细菌 谁进去谁死 我到的时候 还有一些人堵着门 不让开门 也不让人出来 我是最后一个进去的 国格里大剧院 我记得 二楼的墙上贴着一张海报 是胡桃夹子 我为了多看两眼 还差点被踩坏的台阶 半个跟头 说实话 我挺后悔的 那天 我要是没有进去 也就不至于 像后来那样 回来之后 很长时间我都在想 我当初为什么要学医学 我应该学艺术 学芭蕾舞艺术 你那剧院的几个演员 只是流感 没有大碍 检查完之后 剧院为了表示感谢 请我们一周以后 去看你们排演的那出戏 那天 是我第一次见到你 五年前 你见过我 可惜还没有看过 就中断了 在第二幕一开始的时候 冲进来指一个日本县兵 他们搜查抗日分子 不 那是第三幕 对 是第三幕 演出停止了 他们搜查完观众之后 把观众和演员 一起赶到大街上 你和你的舞伴 第二站在一起 他挡在你前面护着你 我只能看到你的一双眼睛 他身材高大 不在舞台上的时候 照样身材飞扬 一点都不像一个普通的老百姓 说实话 她是第一个 也是唯一一个 让我感到自卑的男人 从那以后 我只要一有空 就去国歌里大剧院 看你们的演出 只要是你演的我都看 尤其是胡桃夹子 我觉得 你就是那个小公主 那时候 我已经结婚了 还有了孩子 在看到你之前 我觉得我的人生 是可以一眼看到头的 好好工作 把孩子抚养成人 和太太白头终老 可笑的是 我一直自诩自己 是一个有道德的人 我拼命说服自己 不要再去剧院了 不要再傻乎乎的买票了 我一次次告诫自己 一次次发誓 可是我做不到 每次剧院贴出海报 海报上只要有你的名字 我就忍不住要去买票 我知道 我失控了 那个时候 我就知道你叫什么 可是观众那么多 我也知道 你肯定对我没有印象 后来 我就没有再见到你 我去剧院问 他们说芭蕾舞团解散了 我到处打听 只得到一些模糊的消息 对不起 你男朋友的事情 我不是故意要说的 我想去找你 可是你已经走了 没有人知道你去了哪儿 我到处打听也找不到 进了公安局之后 我还托 人口失踪科的同事 去找也没找到 直到前几天 你太太 说你哈尔滨没有亲戚 对 一个也没有 那是我为了接近你 编的 你太太很爱你 都是你让我看得出来 她特别在乎你 也许吧 她以为 我跟你在一起 是为了报复她 她 她以为 她背叛过我 我就一定要背叛她 但那是两码事 我是我 跟之前的那些事情 都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先回去了 啊 我先回去了 屈子 等我 自己 我先回来 所以我把它 Ram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该走了 哦 吃饱了吗 撑死我 喂 是 过两天呢 我再带你们去吃好吃的啊 好啊 太棒了 我就上班了啊 你们在家里啊 好好玩一会儿 别耽误 下午上课啊 哦 啊 吃饱了啊 知道了 金叔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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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李春秋知道 他已经攻破了赵东梅的心理防线 只要时机成熟 那份通讯录唾手可得 可他不知道 这场自导自演的情感骗局 如何收场 赵东梅出出可怜的样子 在他大脑里挥之不去 一种强烈的负罪感 在他心里久久无法散去 这都是你们压的玩把戏 我才不吸的玩呢 那想玩什么 玩气球 爸爸 叔叔 爸爸 我们想买气球 要我们自己的钱买 对 我们自己的钱 你们俩人的钱 丁叔叔带我们去吃饺子 剩下的饭钱 能买气球吗 好好地买什么气球啊 怎么想起这个 有一个叔叔骗了我们 嗯 快坐那儿 那个叔叔 他长什么样子 看不见 嗯 有气球挡着他 跟踪 一半人都瓜科了 别以为他简单 他是一门技巧 知道要靠多少人 才能完全盯住一个目标人 所有的生活细节 起码要十个人 才能盯住 如果条件不允许 一个人去跟踪 那么一定要保证 不能让对方 看到你们的脸 有什么办法 你来说 手里拿一束鲜花 或者气球 嗯 这个办法还不错 跟我说说 你们放学的时候 都干什么了 丢叔叔带我们 吃完饭之后 就送我们回来了 那吃饭之前呢 李唐 我要你每一件事情 都说清楚 还记得 我们玩的那个游戏吗 嗯 只要你记清楚 我就给你们买气球 嗯 好 嗯 我们 出了厢门之后 本来是要回家的 结果看到一个 卖糖葫芦的 然后我们俩就追了过去 我们俩合买了一串 因为这样能节省钱 嗯 嗯 然后又有一个 卖气球的 对 它是个八字布 于是我们就 又往回跑路过去 那个卖糖葫芦的 和卖气球的 离得远吗 嗯 不远 站在卖气球的那儿 能看见那个 卖糖葫芦的人吗 嗯 可以 不远 不久去 那叫你一个跳舞的 他们肯放你走吗 我应有词 谁也来莫衷 我陪你去吧 好啦 好啦 分op 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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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打死你 谁都不会知道 你要是说一句谎话 你就是个死 你去问站长吧 是他让你盯着我儿子 我妙的是丁美希 站长说了 只有孩子能让一个父亲感到恐惧 你们要干什么 太细的你就没必要知道了吧 就算是丁美希 我也不会不管 算计一个孩子算什么呀 这是保密局的耻辱 这话 我就是当着站长的面 我也应该这么说 我应该这么说 看来他不来了 干得好好的 怎么就要辞了呢 电话里说要辞 这一眨眼的功夫 又不辞了 你什么意思 对不起 先我还是先观众啊 没有是我自己后悔了 我一定好好挑 是不是找了个靠山 但是没找对人 还没等靠 他就倒了 行 不说这个 不说这个 能留下就好 可是有一样 你不嫌观众 观众现在可是嫌你了 你的舞啊 跳得确实不错 可是有观众反应 你那套舞蹈服 简直是太旧了 你想 天天吃一样的菜 谁都会腻 何况是看一样的风景呢 是吧 可是我 就那一套舞衣啊 早说呀 跟我见什么外 这样 俱乐部出钱 给你做套新的 谢谢经理 五一穿了吗 穿了 把外套脱了 我给你量量尺寸 不用了 经理 回头我把尺寸给你 小赵 我可是一片好心啊 你这是防着我是吗 这个也得脱了 要不然怎么量啊 双手举高 怎么样啊 好 写的 真好 我是问你事情办得怎么样 拿到了那个小姑娘家的钥匙了吗 办砸了 李春秋差点把我帮了 怎么回事 跟着他说让他发现了 你让我说什么呢 是表扬他的敏锐 还是惩罚你的不小心 我错了 我愿意接受重罚 你都跟他说了吧 说了 他的枪抵在我的脑门上 不说我就是个死 这件事我没有告诉他 是怕牵连到他 他会领这个情吗 他说对付孩子这桩事 让人笑话 孩子会改变一个人 至于变好变坏 他就说不定了 要不 我去敲开丁家的门锁 算了 这件事再缓又缓吧 都在气。 什么事 优优独播剧场—— 感谢观看 你是经给你吧 对我是 有件事情我想请教你的 不行您说 像两尺寸换衣服这种事 不是说换芭蕾舞的衣服 总该有件更衣室吧 有这么大一家俱乐部 这点钱总不应该省 对吧 对吧 感谢观看 救命我开了人家 救命我开了人家 局里有点事 麻烦就已经挺晚的了 又跟他们喝了两杯 我给你单位打过电话了 小李说 你一天都没去 老爸 这 站着 来了 是 最近 在中美合作所短期训练班 收获不小吧 收获非常大 美国朋友十分慷慨 传说了很多最先进的叠包技术 最近 正是党国用人之气 也是你们这帮精英大显身手的书 你需要连夜 东春去哈尔滨 是 什么时候 口述 明白 记住这个地方 我知道 街头地点 后面的话 是街头用的 这个地方 出了火车站 坐辆黄包车 十分钟就能到 你告诉老魏 二十二号 也就是 后天中 去这个地方 和此人街头 把东西 亲手交给他 是 上面的字 是用 八号密切药水写的 最后一项先进的配方 在街头地点就找得到 要跟他说 路途远 会引起些麻烦 必须到了街头地点 见到此人以后 才能完成 最后一项先进的配方 先进的过程 可以当着他们面进行 这也是 表达我们成立的态度 你要特别提醒魏站长 告诉他 这帮人 都是顺毛驴 吃惯了软的 一口硬的都不能嚼 吕吕汤脖子后头的毛 红了点 咬钱 咬枪 都先答应下来 只要他们手里 握着反共的这张票 就先让他们上这条船 都记住了 爸爸 啊 来 今天你回来吃饭吗 当然了 骗人 每天晚上你都不回来吃饭 我们不睡着你就不回来 今天是你生日 我记着呢 想要什么礼物啊 我什么礼物都不想要 就想要你回来吃蛋糕 一定的 嗯 给我吧 哎 其实 我自己也能行 总是这么客气 不累吗 就打算一直这么沉默下去了 我现在说什么 你也不信呢 再见 再见 爸爸 怎么 你会离开我和妈妈吗 怎么会呢 爸爸永远都不会离开你 还有妈妈 还有妈妈 你保证 保证 该招 该招 你怎么打来了 你也没说找我 我就上班来了 昨天一晚上 你把她打得太重了 我就怕你肩膀 辞了 我听你的 再也不去了 嗯 现在 现在不行 今天工作还没做完呢 请不了假 不行不行 要不你先去 钥匙在花瓣底下 嗯 你赶紧出去啊 啊 我胳膊疼得厉害 去医院看看 那得赶紧去 没事 这有事我盯着 我刚才打了一圈电话 都打不通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都开会去了 这么多领导一起开啊 嗯 刚我路过那个高局长的办公室 瞅见 丁科长也去了 行了 他 他都能参加这种级别的会议了 那可不 您都想不到 其他的科长都没去 除了丁科长 全是副局长 怎么了 我老婆是不是给你打电话了 太实诚 别什么都说呀 嗯 到齐了吧 坐 刚刚得到的情报 后天中午 一个胡子会和保密局在哈尔滨的最高负责人的街头 能让国民党派出一个不低于战长的人出面 可见这股土匪的力量 不回想 他们会在哪儿追走 问题就在这儿 我们接到的这份情报呢 不完成 所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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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感谢观看 先说显影业吧 国民党从蓝一社时代起 就开始研究密血术 从军统到保密军 现在已经发展到了 八号密血术的程度 那么是多重要的人物 才能够让他们使用上显影配方 最复杂的八号密血术 这点对我们来说 现在还不清楚 我们的技术部门 对这种显影业 就一点研究也没有吗 几个月前 我们抓到了一个携带 密血文件的特务 从他那儿 我们才第一次拿到了 八号密血的原件 技术科的人呢 经过反复的化验 已经掌握了一些 显影业的配料 还有一种配料没有找到 这种配料如果找不到 那么任何文件呢 我们都破译不了 丁科长 你有什么想法 也不知道 说得对不对 我先说说啊 情报显示 显影业的最后一种配料 在最后的街头地点 是可以找到的 换句话说 只要找到了显影业 也就是找到了他们的街头地点 情报里还有一条 特别重要的信息 那就是街头地点距离火车站 如果乘黄包车的话 也就是十分钟的过程 这对我们来说 是个圆圈 是 街头地点 就在这个圆圈上 你说的意思我明白了 说来说去 关键的问题还在配料上 技术科 一直攻科不了的这道关 就两天的时间 能解释吗 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有一个圈儿啊 我确实做不了任何的保证 我也保证不了 但如果组织上允许 我希望 能够拿到那份缴获的八号密写文件 我想试一试 师傅 就按照你平时的速度 好 咱们 试下 我觉得 你 9-105 吃 10-10 jam ab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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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